張亞純樂琴彈唱《悠揚的樂聲》為展覽揭開序幕 台北市文化局和陳樂通攜手推出 道成百事 大道成百年好店時空選物展 以結市的概念挑選出16家店 經過策展團隊訪談蒐集 搭配店家提供的老照片 古早身材器具等 深入潛出地描繪這些百年老店的故事 這次是我們道成百事的一個特展 那就是講我們大道成的超過百年都還在的店家 那我們其實盤下來大概有30多間 那我們這次展覽大概10多間 那有這個拜拜祭司用的啦 還是酒餅的 跟餅相關的啦 還有茶啦 然後還有這個畫裡面的這個中藥行啦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03E做毛筆的 我們大概有分六個大區 去來這個去做這次的展覽 那這次特別去找了很多 可能平常你來大道成看不到的老照片 或者是他們很珍貴的展品 我們這一次都把它放進來 比如說有這個第一個戴這個紅帽的啦 然後有這個我們剛才提到03E 毛筆變成化妝刷的啦 還有南街陰鎮 現在裡面你可以找到唯一還在的中藥行 前緣行啦 然後還有這個老棉城 我們的百年的這個燈籠行 那其實都每一個東西其實都可以說說一個故事 都還蠻珍貴的 第一個是說大道成發展大概一百六十多年而已 商業發展 那能夠超過一百年 然後又在台北市這麼都市化的地方 其實很難啦 那有的呢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堅持本業 然後做到現在 有的有去做轉型 甚至已經不是做原來的行業 那我們就想要把這些記錄下來 然後也讓更多人看到不一樣的大道成 就是大道成功大家想到 就是布啦 茶啦 可是其實裡面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比如說有機茶行 比如說大家都以為我們茶 茶金這個是賣到歐洲美國 他們那個時候來台灣就是要賣到泰國 所以我們這次也借了很多跟泰 他們就是輸往泰國的這個麥頭啦 甚至泰國帶回來的茶葉罐 然後甚至去東南亞的時候 四兩包上面一定要應負責人的大頭照 七月大家看到有點嚇到 但是就是這個是當時的一些規定 甚至到後來這個做廂的這個陳正芳 說我們想要改這個包裝 跟東南亞那邊講 然後他說不行改 改了我就不跟你買了 他還是在認這個傳統的包裝 所以我們在這些訪談的過程 還有策展的過程 其實知道了很多 原來大道成的生活的樣貌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展覽 讓大家一起來感受 展覽中可以從店家提供的 珍貴照片以及器物商品中 看見許多伴隨著民眾生活的記憶 還有百年老店在時空環境變遷中 展現傳承不守舊 創新不忘本的精神 他們當時是來大道成挑 他們覺得信用非常好的店家 那一定從老店家開始 那這個林復正 丁羽公是我們大道成的 李華國的第二間 第二間叫得出來的店家 所以呢他們就找了這個老的批發商 就來說我們這個紅帽給你代理好不好 那甚至連當時民國69年的時候 這一次有展出一個很特別的照片 是蔣經國總統跟這個李登輝市長 來探訪除夕喔 為什麼 蔣經國要來看說 我的官員有沒有騙我 他告訴我現在經濟很好的 還是說我們現在行李很好的 我來問這個老字號的店家 所以留了一張那樣子 非常特殊的照片在這邊 我們會看到一個很好玩的情況 就是說我們剛才提到 有些店他一開始不是賣這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收支的大華航 不是加基地 台灣的LV 但是以前以前他是船員的休息室 很奇怪 因為他們家最早是做船隊的 然後是兩岸 因為我們淡水河口嘛 然後淡水河口到大道成 他們就進貨到這邊 然後進貨到這邊 就是這邊是船員的休息室跟倉庫 那後來這個淡水河慢慢淤積這一段 所以他們就改做南北貨跟其他的東西 然後店名也是從一格換到八格 就是一直換換換換 然後後來是一直到現任的 王大哥這個老闆 等於說第六代 那他們呢 他才去把這個加基地亞 去做一個革命 那等於說是加基地亞的革命先鋒者 一次就做了十個不一樣顏色的 那真的是在那個時候 他回來接的時候 做了一個非常大的決定 然後也成功了 然後也把他登 人家也把他登到日本的雜誌上面 或者是怎麼樣 結果人家來 反而就是開始來找他了這樣子 包括還有企業的 或什麼跟他做定制 所以其實每一間 他都有他很棒的故事 跟他怎麼延續百年的品牌 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是我們最想要去看到的 傳承不守舊 創新不忘本 講得好不好 好 沒有 這個就是在講 Jason 他們現在在街上所接的工作 所做 你只說百年老店 我們現在說就是油飯馬 就好了 他小孩如果不繼續炒 你油飯不是在那邊的 要每天做 為什麼要講一下 因為今天早上我們在看他 油飯爸爸有油飯媽媽 所以我剛剛傳承不守舊 創新不忘本 不忘本 所以不可以又一樣 那麼大廳 第一也是一樣 他現在都有歲的 你知道嗎 你如果說望茉莉怎麼講 不然的話 茉莉 對 望莉 望莉如果不錯 應該參黨部 以前不是啦 我如果買一個茉莉花茶 茉莉 比茶 因為茶比較貴 然後現在不是 他們知道怎麼來是剛剛好 所有的舊程區你去看 他第一家到的幾乎都是雜貨店 你如果買東西 你要生活 你所有東西的來源 就是雜貨店 那這個對現在都市 或者是比較現代生活的孩子們 已經沒有這個概念 但是舊程區一人保有 因為我們的雜貨店 不只是雜貨店 所以他會慢慢變身 變強大 他可能因為說 今天不會補 不會比較好 有的轉去做鋪商 有的要中央 還更好 中央好 可能轉去做中藥 但是也可以說 我是做雜貨 但是我從雜貨業 去做國際貿易 然後慢慢的引進 我們這個國外的這些商品 然後把自己變強大 1.0 2.0 3.0 再到5.0 那這是其中一個 一個系列的一個變化 我們可以說 它是一個比較生活物質的 那其實涵蓋了很多 百年的行業 他們在轉型過程當中 他們帶來的 自身的家族的歷史 他們就是大澳城的歷史 他們就是台北市的歷史 他們就是台灣的歷史 所以我們是透過我們今天 這個大澳城的百年老屋 的這個活動 這個特展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看一看我們過去 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 不要讓這世界跑得太快 讓我們的後代子孫 能夠透過一個這樣的展覽 來認識跟了解 我們腳下今天的土地 稻城百事 大稻城百年好店時空選物展 即日起在迪化街 陳樂通展出至12月4號 歡迎民眾前往參觀 一探百年老店的故事 與大稻城的歷史風華 記者林奇慧 台北報導 林奇道 林奇ود 大崩 林奇 林奇